HELLO 大家好 我是史丹麗 侍逢高校畢業季 最近台灣選手旅外的消息非常多 除了憑政的林維恩 旅美運動家 英格的徐翔勝也正式宣布了 加盟日本職棒的楊樂多燕子隊 其實徐翔勝去年10月底 就已經在玉城選秀會上 成為了楊樂多的第一指名 但當時他還是在學身份 收報只是先簽異象書 而非正式合約 直到今年6月6號徐翔勝畢業後 楊樂多才正式官宣 將讓他穿上背號017的戰袍 本集影片我們就來深入介紹一下 這位在日子育成選秀 獲得首輪執名的台日混血高中生 也看楊樂多是注意到徐翔勝哪一點 才會這麼早就向中他 不惜在畢業前就先跟他有加盟共識吧 18歲的徐翔勝 日文名高橋祥勝 是在台灣出生的台日混血兒 父親是台灣人 母親則會日本人 因為貓媽工作的關係 徐翔勝又支援在日本度過的 只要小學才回台灣讀 所以他不只會講中文 日文也能溝通 不同於眾多棒球選手 是跟鄰居玩被教練挖掘 或者和父親兄弟一起 才對棒球有興趣 徐翔勝接觸棒球的起點 其實是媽媽 高橋可耐滋 來自大阪的他是板神虎球迷 徐翔勝從小就會跟媽媽在家 看板神的比賽 偶爾會去甲子園球場看球 媽媽有空時也會陪他一起傳接球 漸漸的徐翔勝對棒球產生興趣 也成了板神虎迷 最喜歡的選手是退役球星 投丹球兒 他在央蓮拿過兩座終界王 還有兩座救援王 才在日子締造過連47.2舉50分 寫下板神對死的新紀錄 後來在2013年經典賽 徐翔勝看到了那場王健民先發 台灣席敗的八強戰 當時他小學五年級 卻為這場經典戰役熱血沸騰 自己也萌生出了想要打棒球的念頭 在家人的支持下 徐翔勝轉到了福林國小校隊 其實媽媽一開始是想要讓他打身體健康的 不覺得他真的會打進職棒 其實好棒進入長安國中時 總教練鄭凱銘對他的第一印象 是身材不突出 卻很有自己的想法 會確實完成家人開的訓練課表 還會自己調整加強 是不怕吃苦不斷進步的球員 雖然徐翔勝長相斯文 個性內向 可能少了一點霸氣感 但他卻能夠靠著頭腦 卻暗打著對決 也成了教練鄉上信任的主力投手 也是長安青少棒第一位 成功旅外發展的選手 順帶一提 下一位有機會挑戰旅外的長安校友 很可能是剛從古堡畢業的內野手 陳穆恆 他在高三這一年擔任隊長 成長顯著 打擊更有威脅性 現在就算還沒有表明 要選秀還是等旅外機會 那從長安畢業後 徐翔勝已經長到了180公分 媽媽一度的考慮 讓他去日本讀書打球 沒想到剛好PO上疫情 最後沒有成型 後來他讓兒子去讀鷹哥工商 成了王存代表總教練的子弟兵 鷹哥工商近幾年 其實培育出了非常多好投手 最初是劉志榮 後來有賴之奇 鄧家安 陳冠豪 林旺希等 都前進了職棒舞台 特別是劉志榮 這家集賽抗日標速成名 成為鷹哥歷史上第一位 旅外發展的選手 進鷹哥前 學長勝算有很好的三大條件 卻不太知道怎麼運用 最外球速才130公里出 幸好遇到了王存家 智慧伯樂 在他的想法中 高中選手要按部就班的練 第一步先培養生理素質 再去追求技術層面 投手而丟球量不求多 有達到每天 能夠負荷的量就足夠 但教員團開出的菜單 學生有沒有辦法做好做滿 沒做到的該如何跟上 這裡必須讓他們有自覺 同時鷹哥也重視科學化的體能大底 客人是要安排學校各項運動選手 去接觸運課的知識 進步也非常顯著 前面提過學長勝本來就是一位 很有自主能力 很會想的選手 進入英格後成長飛快 從高1球速大概130 到高3已經能夠丟到151公里 連楊樂多的國際部主管奧川正知 都覺得不可思議 雖然實際在切碼賽場上 學長勝的成績沒有對上其他投手突出 像林柏俊 高2就150連發 能投又能打 也入選U18國手 曾偉哲則同樣中選U18 還拿了聖頭王 尾鴻亮則是高1就擔任主力的後援投手 但學長勝最後卻成了英格F4中 最先旅外的投手 最糟的原因就是他每一年都有進步 而且幅度相當大 這是許多球探相當看重的一點 奧川正知表明 他其實很晚才發現徐祥勝 時間點在去年5月 當時是因為前副棒投手教練羅曼 他過往在楊樂多待了4年 跟奧川有交情 推薦他可以來台灣尋找人才 畢竟對楊樂多而言 台灣選手相對陌生 在徐祥勝之前 台灣只有過一位選手加盟楊樂多 1989年的國建成 像他在日之一軍累計21場出賽 一勝籃球 保安率高達5.26 後來回台加入時報音 曾經是連續兩年的救援王 這可惜捲入了黑鷹事件 成了中止的黑歷史 那奧川正知來台後 發現這裡確實有許多年輕好手 也注意到了徐祥勝 認為他有很好的身材條件 揮避柔軟且有力量 球速逐年提升 不管滑球、變速、升卡 都投得很不錯 是一塊普遇 而且他有一項優勢 就是台日混血 後來奧川回東京調查 看他是否能夠以日本人身份參與選秀 這樣就不用被視為洋將 競爭上會更加有力 在台灣的規範中 有一個原則是高中選手 拿到畢業證書前 跟球團經理公司不能簽訂 簽設到金錢的合約 但如果是簽異象書 而不是正式合約的話 就不會違反這個原則 而在日職的規範中 如果球團要簽 在台灣念書的學生 契約交涉的期限是到隔年3月 可是徐祥勝要到今年6月才畢業 屆時就來不及了 也因為這樣 楊樂多跟NPB 以及台灣全身棒球聯盟進行交涉 可能到近年來像徐祥勝這種 不在日本就讀高中的選手 有增加趨勢 最後NPB修改了規定 將合約交涉期改至7月底 這樣徐祥勝就能夠在台灣畢業後 再跟楊樂多正式簽約 總而言之 楊樂多反覆確認過台日兩邊都沒有問題後 建議徐祥勝報名2023年 日本職棒的育成選秀會 而且在第一輪就選擇了他 大多數的台灣球迷 也都是看到了這個消息後 才注意到了徐祥勝這位選手 這已經是連續第二年 有台灣學生參與育成選秀 而且被選中 2022年是台體大的永田薩太郎 但他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 只是來台灣讀書 2023則是硬哥的徐祥勝 以台日混血的身份相當特殊 當時有媒體報導 其實除了旅日機會以外 徐祥勝也有旅美的機會 不只一支大聯盟球隊對他有興趣 甚至開出比楊樂多雙倍優渥的條件 但徐祥勝並未動搖 把目標放在了日子舞台 也說自己從小就看日子 語言沒問題 生存也能適應 所以是最想要去的地方 我個人認為 徐祥勝這個決定非常聰明 雖然旅美價碼更好 但旅日對他的誘因明顯更高 光是免除楊將身份這件事 就已經是一大利多了 再加上他沒有語言的隔閡 在家裡本來就都跟媽媽講日文 甚至在音歌時 像劉正宏就說自己會一直問徐祥勝怎麼學日文比較快 反而去美國的話 他的英文可能還得從頭學起 大大增加了適應的困難度 當然 楊樂多這麼早選徐祥勝 其實有一個風險 當時離他畢業還有大概半年 萬一不幸受傷或者有什麼其他狀況 對他們而言會是一大損失 不過 澳川政治表明 球團不會干涉音歌的任何調度 全權交給總教練王傳家 他們認為徐祥勝在學期間接受了很好的指導 也覺得教練非常會待 反而期待畢業後的徐祥勝 能夠比現在更蛻變 或許是被楊樂多挑中後他的心態更加篤定 高超後半年表現越來越好 在黑暴旗的四強戰 登板對戲院完美封鎖6.1局50分 帶領英歌闖進冠軍賽 慕蓮則進戰五勝 贏了自己在高中階段第一座投手獎 最後一球數來到了151公里 終於在今年6月徐祥勝畢業了 楊樂多馬上發新聞稿 宣布高橋祥勝正式加盟 背號017 在6月9號已經抵達日本 昨天舉辦了加盟記者會 楊樂多的總管小川淳思 也在記者會上提到 自己對徐祥勝有很高的期待 希望他未來能夠進入球隊的先發輪值 甚至成為王牌 而在吳念廷、張毅、王伯榮 相繼結束旅日生涯板台後 現階段台灣的旅日選手變得非常少 今年有在一軍火藥的 甚至只有樂天宋家豪一人而已 站在台灣球迷的立場 當然期許徐祥勝跟火腿的孫義蕾 外加平鎮左頭黃景豪 近期也傳出將被央齡的獨賣巨人網絡 這三位旅日新鮮能夠早日站上一軍舞台 這樣我們接下來去日本時 就有更多動力到球場為他們應援加油了 特別提一下 我上個月才剛去楊樂多主場 明治神功超勝過 真的迷上燕酒郎 也超喜歡明治神功野球場的氛圍 有興趣的可以去我IG看 希望我下次再去的時候 就能夠看到徐祥勝 以致配下學手身份 在一軍舞台火藥了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看好徐祥勝你去日發展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萊麗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囉 掰 我們下集影片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